大家好,在前一段时间,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附近发起了反击 尤其是在北郊南郊两个侧翼取得比较大的成果 但是在市中心的双方还在激战 在整个作战过程当中,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说法是有些区别的 我们现在呢,今天分析两个视频 主要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针对乌克兰进行反击的一些图像吧 这是俄罗斯炮兵炮击了一辆乌克兰的坦克 这个坦克呢,停靠在一个小的定居点 它的左侧啊,因为俄罗斯的视频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全虚化了,你不是看得很清楚 左侧应该是一条铁路 我们现在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炮击啊,发生在什么位置 我们说呢,俄罗斯他自己宣称啊,之所以他能打得这么准 就是俄罗斯也在使用他自己的精确制导炮弹 我们在地图上呢,我已经把这个位置给大家标了出来 不是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地图不是很清楚 这个上面呢,就是一条铁路 这个小定居点呢,我一共数了一下啊,是九个房屋 跟视频上是完全对得上的 大家呢,把方向调整一下 自己可以再跟视频去核对一下 我在这就不太细说了 他这个1.7公里量的距离是到00506拐弯 这个也就是经常发生激烈战斗的位置 大概是1.17公里 所以说这个地点啊,已经被乌克兰收复了啊 否则乌克兰坦克不会在那儿被俄罗斯的炮弹给击中 这次俄罗斯发这个视频 主要我认为他的目的是想对外宣布呢 就是说啊,他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精确制导炮弹了啊 可以打的比较准啊,确实是从画面上来看 打这辆坦克还是比较准的 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他也反映了 乌军的一个进度啊,真实的进度 确实是把俄军赶离了00506公路 和我昨天发的视频在水库边上啊 薄荷尼夫卡这个保留地这个水库边上 实际上这个距离是相对比较近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眼 也就是也就是一公里多 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啊,乌军向前确实推进了不少 但是呢,这也表明这个区域啊 双方都没有太好的一个防御攻势 好,我们现在呢,接着看下面一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坦克被击中之后 好像似乎并没有爆炸啊 他这个不是很清楚 现在看不出来他的损伤 但这个火炮击中的位置似乎还是比较近的 好,这是在恰索夫亚尔附近 击中了一辆步兵战车 我们看啊 首先是我们把这个视频停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眼他所处的位置 上头这条公路呢 是00506公路 下面这是两个平行的绿化弹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所处的位置 不是绿化弹啊,防风林 所以他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在第二道防风林边上 我们说呢 在这个区域大家似乎这公路不明显 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底下有一条公路上来啊 这个表明就是说 这条路原来还是有人用的啊 只不过他等级不高 后来现在的道路呢 开始有些改观 这个位置我缩小一下 他实际上处在 夏索夫亚尔到巴赫木特之间 一个中间中间位置 而且他离伊万尼夫斯凯也非常近 我认为这辆步兵战车实际上是一个 后备队 他很有可能是为了 应付伊万尼夫斯凯 也就T0504这条公路啊 准备作战用的 在伊万尼夫斯凯下方也就南侧 我们说过啊发生了也发生了反击 也就是沿着啊这条弯曲的公路下来啊 对东侧的俄军啊进行了反击 从这两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拍摄用的 侦察机呢是这种盘旋式的侦察机啊 并不是四旋翼 所以我们看起来总是有点晕 因为他总是在那绕 而且他把这个图像虚化处理了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不能完全的看清楚 而且也能明显感觉出来 他调整镜头并不是很连贯啊 因为他飞机飞的本身也并不是特别稳定 你只能大致看一个形状出来 好今天呢就把这两个视频给大家分析到这 相应的地理位置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想呢这些这两个视频的信息还是比较多了 从俄方表达出了他们已经有新的制造炮弹了 另外一方面呢也客观的证实了乌军的一些反击成果 好今天就到这